同盟军找到刘阿宝金库,里面黄金堆积如山,发大财了,同盟军发财了,发,发,发大财了,这下不缺活动经费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好,这里是纵观史书,带大家了解其中不为人之事内幕。 近日,老街流出一条消息,说同盟军收复老街后,为了解决部队经费问题,一直在明里案里调查四大族的金库在哪里,功夫不负有心人,同盟军先是在白家九方九教地道里找到了白锁城的金库。 当打开金库那一刻,同盟军战士望着堆积如山的人民币,有马着的,有蛇皮带装着的,有箱子装着的,多得不得了。 所有人惊呆了,不由自主地发出,哇,哇,哇的惊叹声,好多钱了,太多钱了,多得不得了,一辈子没见到这么多钱,这次见到了。 在惊叹同时,骂起白锁城这个恶魔来,声称这些钱都是诈骗中国同胞而来,不知害了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都是白锁城这个心狠手拉柜子手一手造成的,目前白锁城及家人都没抓着,不知跑哪儿去了,是吓慌了,为了保命,全部躲起来了,还是被免军保护起来了,我认为皆有可能。 不然白锁城这么嚣张的人怎么不敢露面,是说不通的,但是,白锁城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迟早会绳之以法。 现在讲了白锁城后,我们又来讲老街首富刘阿宝,他比白锁城还有钱,肥得屁股流油。 缅甸媒体爆料称,刘阿宝的金库竟然建在老人山祖坟的附近,这个位置绝对独特,刘阿宝的金库分为三层,沿山势而建,内部铺设着地面,四壁和大门,全部由纯度高达999的黄金制成, 每层都堆放着六堆金块,每堆占地30方,高达8米,每一堆的重量惊人的达到20吨。 而每堆中央还巧妙地摆放着一只重达一吨的金牛雕塑,这座金库的总黄金储备量超过350吨,彰显着刘阿宝惊人的财富积累, 国杆首富以大笔现金和金条向守军散彩,展现出无穷的财力。 缅甸同盟军不仅发现了刘阿宝的金库,还在积极搜寻其他四大家族的金库,以获取更多的战斗经费, 这个巨大的金库发现不仅使同盟军获得了财富,也增强了他们在国杆的战斗实力, 这一曝光将对国杆地区的局势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为老街的首富, 刘阿宝是四大家族中与缅甸政府关系最为紧密的, 但其却一直被其他三家看不起,因为他最初是靠贩毒起家, 如今刘家旗下的福利来集团仍然经营着赌场和赌品, 不仅如此,刘阿宝还进军到了房地产业, 近年来,在老街东城一带的地产开发极为迅猛, 而刘阿宝所管控的势力范围就是老街东城, 起初,这里属于大毒销流明的地盘, 由于其公然阻挠中国警方与缅甸军警合作开展的禁毒执法活动, 并多次贩运毒品,于是中方专门派人前往缅境内, 于缅政府一道向当地投领施压, 不久,大毒销流明便栽在了彭家生手里, 而在流明被缅甸军警当场打死后, 刘阿宝乘机接管了对方的产业, 即便战火连天, 刘阿宝的福利来赌场还是照样营业, 依旧主导着老街的一切, 尽管没几个赌客还敢冒着炮火去赌钱, 可见其背后的势力, 不过金碧辉煌的老街赌场背后, 却是一个罪恶的人间魔窟, 以高薪工资, 哄骗国人掉入陷阱, 甚至丧失性命, 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时候, 刘阿宝是怎么发家的? 刘正祥 用名刘阿宝, 1963年出生于国感红石头河, 该河位于缅甸北部, 于中国云南接壤, 是国感地区之一河流, 河水流经许多红色的岩石, 形成了非常壮观的红石峡谷景观, 后移居到国感红颜街得已入籍, 该街位于国感东北端山脊丘陵地带, 距面中边界110街庄约一公里, 东去镇康蒙捧19公里, 是上六户地区通往镇康蒙捧的边境通道, 也是红颜乡政府所在地, 红颜开街集市, 大致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 距今约百余年, 系时任红颜理事经蒙开辟, 悬址于山级凹陷平地, 开城长约六十米, 宽约二十米的街场, 两侧盖了六状四十二格土瓦顶商铺楼房, 出租给座商使用, 每逢接天, 则打牙收税, 同时, 不允许其他人增建新的铺房, 刘正祥祖籍四川, 方间传言是五大家族或四大家族里唯一与彭家生没关系的, 其实不然, 其父系彭家生堂弟, 刘正祥与刘正祺每逢遇见彭家生, 按理叫堂伯, 但两兄弟自幼聪明伶俐, 未显得更亲近, 便改口彭家生伯伯, 早年是靠着接管圆缅北独销流明的地盘起家, 控制了国感老街东部的毒品交易市场, 自己也稀释毒品, 曾任国感红颜学校校长, 红兴区副区长, 临时委员会财政部部长, 后又担任了国感工商协会会长, 缅甸国感自治区城镇发展建设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 主管财政工作, 长期与白索成大儿子白英能搭班子共事, 他在1992年创办了福利来集团, 旗下控制着不少涉嫌黄赌毒产业和电信诈骗云集的科技员, 以及数个人体器官医院, 分别分布在缅甸山邦, 孟邦, 若开邦和克伦邦, 近年来, 在老街东城一带的房地产开发尤为迅速, 拥有超过一万多名员工, 同时, 刘正祥又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 如第一, 二届自治区领导委员会委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刘正祥与其弟刘正祺分别获得国家总统明莱大将和副总统亲自颁发的国家最高红法截出贡献奖, 这进一步凸显了他俩兄弟在缅甸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据知情人透露, 魏清涛, 刘正祺, 碧会军三人是在10月1日左右被抓捕的, 也就是国庆节期间, 而在那段时间, 云南边境小城镇康举办了首次马拉松比赛, 恰巧在该比赛期间, 作为国感四大家族重要成员的刘正祺, 碧会军, 魏清涛都参加了比赛, 其中, 魏清涛更是国感著名的篮球爱好者, 这次比赛成为了他们被抓获的契机, 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刘正祥是正商两开花的典范, 一方面利用政府关系经商, 一方面利用商业利润来经营政府关系, 属于五大家族中在下缅甸地区自有人脉的一支, 与缅甸军方关系也很密切, 不过由于刘阿宝并未参与叛变彭家生的活动, 同盟军对其的仇视程度不高, 传言这次国感同盟军发动1027行动后, 也并未针对刘阿宝进行打击, 且开战后不久刘阿宝就表示投降, 并愿意配合中方倾脚旗下射电炸的业务, 而其他产业仍在正常运作, 而前不久, 刘阿宝投降的消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 有知情人士透露, 刘阿宝已经撤离了手中的恒安科技园区, 并向同盟军提供了情报, 协助他们攻击其他三大家族的据点, 同时, 一些家族高层也纷纷带上家属逃离缅甸, 前往泰国避难, 预示着这些黑恶势力的残余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刘阿宝投降的决定无疑对同盟军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胜利, 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的彻底解决, 尽管刘阿宝的投降是缅北局势发展中的一大转折点, 但要想彻底清除黑恶势力, 仍然面临许多复杂性和难题, 首先, 四大家族之所以得以嚣张跋扈, 很明显是得到了当地缅甸当局的默许和支持, 要真正改变缅北局势, 必须深入挖掘, 彻底切断黑恶势力与缅甸当局之间的联系, 才能够根除问题的根源。 此外, 除了打击黑恶势力之外, 果敢地区还需要建立起新的经济模式, 为当地老百姓创造就业机会, 只有当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才能真正消除贫困和不公平现象, 让整个地区焕然一新, 更重要的是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 医疗等方面的投入, 为当地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总结起来, 缅北局势的发展虽然迅猛, 但仍然要保持清醒和警惕, 一方面, 注重防范一些投机分子因权力膨胀而滥用职权的现象。 另一方面, 需要时刻关注局势的变化, 防止犯罪分子在果敢地区被打击后, 转移至其他地方, 再次威胁社会的安全稳定。 此外, 在保障老百姓人身财产安全的同时, 还应继续提高人们的防骗意识, 并加大对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 让他们无处藏身, 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 才能够实现缅北地区的繁荣和稳定, 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对缅北局势的关注和警惕不应停止, 只有持续的努力才能带来真正的改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